如果你暑假不知道玩什么游戏,我推荐一个手游,部落冲突,可能很多人听过,或者是几年前玩过这个游戏,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,还记得自己是几本退坑的吗?可以看看这几年更新了什么,这个游戏属于是既耐玩又休闲,既可以费时间,也可以不费时间,有时间呢,从裤裆裤兜里掏出来,玩个几把,一把一两分钟也可以,或者一天玩个几小时打字眼,或者是几天不上线都可以,有耐心,喜欢慢慢培养, 天天玩这个游戏到全版房也能玩四年,没耐心的话可以在一手游上花个小几张,就能直接拿到一个接近全版的号,直接开始玩也挺好,安全无忧,还性价比高,很自由,这个游戏现在已经更新到了16本,这个时候入坑是可以玩到非常多新东西的,像我这个号,我从14年玩到现在都十年了,一个手游能玩十年是什么概念,而且像我这样的老玩家还不少,这个游戏从22年全球分服变成了国际服国服,国服,国服让腾讯 独家运营两年多,那可是腾讯啊,两年多了,这个游戏都还活着,可想而知有多强的生命力了,如果有人让我推荐游戏,我会至少9分的推荐部落冲冲,那当然腾讯运营扣了点分啊,扣了91分 抢轴 牙